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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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Hello 我是Kaku 經過Good.com.mo 2万人的选票之后 就是说叫我素颜 不要紧的 为了答谢Good.com.mo的所有观众 所以今次我会介绍一个 好日本的妆给大家 就是Hara Juku Makeup 就是叫做元宿妆 希望大家会喜欢啦 首先我会用保湿光彩Base 先遮好我的毛孔 和均匀我的皮肤膚色 接着之后呢 我会用抗蜜粉底液 抗蜜粉底液 抗蜜粉底液 在keep妆的情况 是可以很久的 不讲不知 它遮瑕效果还很好 接着下来呢 就是会用保湿遮瑕筆 其实遮的时候呢 在眼袋啊这些粒的地方呢 就要在定妆之前遮的 而暗瘡啊那些的话呢 就要在定妆之后遮了 那还有呢 遮眼袋的时候 大家要记得轻手一点啊 因为眼部的皮肤 其实很脆弱的 开始化这个元宿妆之前 我会先选一支中式的眉笔 之后再用这支眉笔的另一边刷头 掃回我的眉的 你看看我的眉 是不是有精神到 会和大家打招呼呢 嗯嗯 接着来出场的是 我这盒粉纸色的眼影 打开了之后呢 先用最浅色的眼影 打亮眉骨 再用粉色塗在眼窝上面 记得都是用无名纸茶 又或者是眼影笔都可以的 记住卡古的化妆小贴士是 前轻后重啊 接着我就会用我最爱的 0.02mm眼线笔 就算初学者用 都会觉得好易入手的 最重要的是 它防汗防水 易出汗 和喜欢去游泳 一定要画眼线的girls 在这个夏天 一定不少得了 之后我会继续用这盒 粉纸色的眼影 今次我会用深纸色的眼影 掃在我下眼尾的部分 再拉到中间 接着这支闪粉笔 要由下眼头拉到中间 一定要均匀拉到中间 不是的话 那些男生以为你有眼屎闪闪闪下 那就糟了 当我戴上眼睫毛 再塗下眼睫毛液 其实是会很容易整化妆 所以我会先塗 纤长睫毛液 今次这个圆缩妆 我就选了日本girls都很喜欢的 小恶魔眼睫毛了 我会用胶水 刺好眼睫毛 我会将粗一点的下眼睫毛 三条剪成一份 幼一点的就两条剪成一份 然后由下眼角 粗至幼地排好它 为什么一定要剪开呢 因为一执一执 才会令眼睫看上去 自然的嘛 接着下来 胭脂的掃法 是非常之重要的 因为掃解方式错了 整个妆就毁了一半的了 所以胭脂的掃法 都可以说是 整个圆缩妆的精髓之一来的 而阴影的部分呢 我会选择自然的啡色 去修饰我的轮廓的 其实打阴影的时候 如果大家不知道 旁边哪里开始的话 你可以抹大你的口 用手摸一摸 哪个凹位 就是在那树 开始45度角掃回来 接着下来 就是会用 抗物定妆粉了 今次是会用掃 不用压的 因为用压的方式 是会将我之前做的 整个立体效果 差不多位了一半的 将面上多余的粉 掃走之后 其实就已经定好了妆的了 终于到最后一个step了 塗上这个粉色唇蜜 这个圆缩妆 就完成了 那教完化美妆 没有理由不教发型的 首先 揭起后面的头发 放一条桃红色的假发夹在中间 再拿自己的真发遮住它 然后将头发分两边 后面桃红那条 就自己均匀分配了 接着下来 就将每边的头发 都拼成好像穿菇的麻花边 再用橡筋摘好 接着再拿多条橡筋 将条边屈起绑实 再在整体的元宿录上面 加上少少自己的style 就是戴上Kaku象征住的吉他耳環 戴上帽帽就大功告成了 耶 是不是很kawaii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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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